好那么我承认我吃过饭了 我承认我吃过饭了 我就会说I admit 什么having lunch 我承认我吃过中饭了 骗不到饭了对不对 在下面意思confine confine means关在 这个词的关在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 事实上confine没有强调一定就是关 就表示局限的什么地方 但是我们不管你是关在还是局限的 把它限制在什么地方 一定要记好的是把某人限制在什么地方 事实上就是某人什么限制 被限制 被限制在房子里面 那你会怎么说呢 说somebody was confined 下面一个变词注意了 confine这个词走到哪 它跟后面都会加范围都加to 它一定会说confine to 所以你说它被关在房子里面应该是in that room 不对 跟confine一点就一定要用be confined什么的room to the room 这是confine的固定用 then the last one normal 好最后一个是normal normal means正常的和通常的 好 这个表达方式大家都自己都能看懂 那么我们46个到底麻烦在哪呢 就麻烦在那个erker上面 如果你们能把erker那句话看明白 那么这个46个的重点 所有的内容你都能明白 但是46个我们有一个新内容 所有的人都会这么说 所有的人也都会这么写 但是他在语法上有个名称叫同位与从具 在我们46个有一个同位与从具 而在我们整个一个二侧就一次 就见到一次同位与从具 因此我们现在跟你说46个我们下诗课要说一个句子 是同位与从具 但它地属于第三侧的内容 我们下诗课会把它跟你解释 同位与从具怎么出现 或者是它做什么作用 或者是它将来怎么用 但是呢我们不是二次的重点 所以46个的重点只是哪句话 it occurred to one of the workers to do something 只是我们的这句话 ok by the way 好顺便跟你说一下 我们在下一次课的任务当中 47和48课当中 我们准备请大家回家自己提前去预习 4748课我们是采取串奖的方式 就是我告诉你这一课有什么单词重要 有什么剧情重要 剩下的我们就过了 4748 因为4748你完全可以看得懂 说的最最不好听的就是 48课是我最痛恨的一篇文章 原因是因为这篇文章在历次考试的时候 只有这个初中生阅读理解的时候会考48课 而且48课屡次被初中的考试把它列进去了 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会在我们的二次当中 居然还在40多课找一个阅读理解给中学生做 但是确实可我们要承认的是 48课这篇文章很简单 只有一个词 不是很简单 请大家告诉我 下次课回家预习一下 48课当中有一个词叫 where后面加句子 where的后面加了一个句子 好在哪呢 我们就顺便可以告诉你在倒数第三行 在倒数第三行 看到了没有 这be busy searching out of the whole where the truth had been 现在请你今天回家告诉我 想想清楚 这个where到底起什么作用 下单课我再告诉你 那个where起什么作用 ok now we are return to lesson 46 好那么下面我们回到第46课来 在我们的第46课上 我们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表达方式 是我们在从二色开始 不能说在二色学的 叫二色开始 以后我们自始至终都会用的一个句型结构 叫occur to somebody 我们说是什么occur to somebody something 对不对 然后我们常常用的一个句型结构 在写作当中怎么说呢 会说的是it occur to somebody 后面要不然就加to do something 要不然就加that重句 但是我们说在这两句表达方式当中 to do something也好 that重句也好 都叫真正的什么语 主语 而我们在这个里面的it 只是一个什么主语 情质主语 好这句话记得就可以了 我们把它翻为 是发生了某个人身上 还是翻为某人想起什么事 想起什么 ok so now let's read the text together 好下面我们一起来把这篇文章一起来读一遍 我们读一句就停一句 ok 然后我们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and now let's begin when a plane from London arrived at Sydney airport workers began to unload the number of wooden boxes which contained clothing which contained clothing do you have a question 有问题吗 clothing 我估计大家也就只剩下这么一个问题了 clothing 什么叫clothing 衣服 然后我们这个词曾经在跟clothes 我们曾经在做练习的曾经说过一次 说clothing表示衣服 clothes也表示衣服 还记得吗 然后他们的区别就在于clothing 常要的是分类的时候 会说这是衣服 那是食品 会用clothing 而我们的clothes 这个词指衣服的时候 它是一个复数概念 事实上它 它属于一个可数名词的复数概念 然后表示什么 许多衣服 而我们今天在这里面 他只是想告诉你 现在说那些人正在装 正在卸货 卸什么样的货 a number of 卸很多的 很多的wooden box 卸很多的木头盒子 而木头盒子里装着衣服 在这句话当中 他强调 他之所以不用clothes 而用clothing的概念 他强调的是 那个盒子里面装着衣服这一类的东西 而不是装着其他类的东西 所以在这里面给我们奠定的第一个概念 就是衣服这一类的东西 马上让你想起来什么 如果他要说的是 a lot of clothes 给你感觉的是 这些clothes可能隶属于谁 对不对 可能是属于我的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 打开壁橱 我会发现我有很多的 是clothing还是clothes clothes 我有很多的衣服 一件两件三件四件 你就会这样的一个概念 而我们的clothing就是 哎呀 好多这个东西叠在一起 而这种东西属于什么呢 衣服这一类 它就会是这个概念 所以他给你留下来的概念不一样 一说起clothes 你尽可想到一件两件三件四件 你就会把它数出来 好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以后你要说 我有好多衣服 你是用clothes 还是clothing 你会用clothes 然后你说我这个柜台 就是卖衣服的 clothing 它就是clothing 好 and no one could account for the fact that one of the boxes was extremely heavy ok this is the most difficult of this part 这是我们今天 这个部分当中 最麻烦的一句话 no one could account for no one 我们今天第一次 建了一个以否定词 来做主语的 no one could 而这句话以后会成为 我们这个写作剧情当中 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表达方式 你说什么 someone don't someone didn't 或者someone doesn't 你远够不上一个 no one表达的语气强烈 因为一个no one就强烈 一个人都没有 但是你说someone doesn't 也是一个人没有 但他的语气不够 不够强烈 明白吗 所以我们常常会说 没有人知道 你看汉语当中也会说 没有人知道 汉语就不会说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不知道 不会这么说 你就会说 没有人知道 怎么说 no one knows 不就会说 no one knows 对不对 好 那么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句子 no one could could干嘛 account for account for means explain account for 就等于我们的explain do you know explain explain means解释 而且我们account for 跟explain 就是有个细微信的区别 在于什么呢 explain就是解释 至于这个解释 很灼烈 或者是很漂亮的解释 我不在意 但是account for 一定强调的是 give the explanation give the explanation 要给一个解释 而且the explanation should be satisfactory satisfactory 令人满意的 就是一定要给出一个什么样的解释 令人满意的解释 就是如果你给我一个解释 然后我会告诉你 因为你这个解释太难 对不对 那这样的东西能不能叫康复 不能 所以我们在这个表达方式当中 我们把这个account for 把它划下来 它表示的一定是解释 什么样的解释呢 令人满意的解释 没有人能够成功的解释 或者是令人满意的解释出 the fact 那个事实 什么样的事实 that one of the boxes was extremely heavy here we have that 从句 这里面我们就有了一个 that从句 而这个that从句 紧跟在哪个词后面 the fact 它们紧跟在这个名词后面 那么我们说一个句子紧跟在一个名词后面 第一个让我们想起来的 它叫什么句 它叫定语同句 但是我们再来看 这句话叫不叫定语同句 它不叫 为什么 你只要能回答我这个问题 你的定语同句跟我们的同位语同句 从此就没有了问题 为什么我说今天这个不是定语同句 而是同位语同句 好 在这个里面你有两种解释 都能帮助你来区分 什么叫同位语 什么叫做定语 我们来看同位语同句 或者是定语同句 首先我们在这里面一起来看看 the fact 什么叫fact 事实 而后面一句话当中说 其中的一个箱子很重 对不对 而我们说其中的一个箱子很重 跟fact之间什么关系 事实上就是 没有人能解释清楚这个事实 这个事实是什么 what is the fact 对不对 这个事实是什么呢 the fact is 这个事实就是 one of the boxes is extremely heavy 其中的一个箱子很重 所以我们说fact跟that后面 它指代的 它事实上就是fact 你如果问fact是什么 那么就是后面的东西 这样就想起来 my friend 谁是my friend Lucy 所以你常常会说my friend Lucy两个什么语 同位语 所以我们说 他们两个之间是起着一种 什么样的作用的 解释的作用的 什么样一个事实啊 今天天很冷 今天天很冷是什么 是事实 我就是这个概念 他们之间是等号关系 好 那什么叫做 如果我曾经会说这样的一个 就是叫做 I know the fact 我知道那个事实 什么样的事实 that he doesn't know 好 那么这句话我们有两种表达方式 你可以理解为同一层就的话 他就是这么理解 就是我知道了那个事实 什么样的一个事实 他不知道这件事 哎呀我知道啊 他不知道这件事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他不知道这件事 是事实 我知道 哎呀我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他刚才不回答我这句话 因为他不知道这件事 这就叫同位 但是这句话还可以怎么理解呢 就是我知道了一件事 而这件事是他所不知道的 那这个句子我也会这么说 I don't know the fact that he doesn't know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知道 he doesn't know know什么 know the fact 对不对 他不知道这个事实 但是我知道 你不知道这事实 我知 但是我知道 好 那这个当中的fact 无意当中就在从句当中 做know的什么 兵语 而我们曾经跟你说过 this这个词 或者是witch这个词 或者是什么样的词 他一旦在从句当中 做兵语 他就是什么句 定语从句 但是在上面一个句子当中 你看今天上面 书上这个句子当中 说是被在从句当中的主语是什么 one of the boxes 动词是b 表语是heavy 压根就没有这个fact的立足之地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得出这个结论 事实上你从哪点点可以来区分出来 成功的区分出来 同位于从句和定语从句的区别 look at the black belt 看黑板 第一个 我们说同位于从句后面的z 它往往是起着什么作用的 解释说明作用的 而定语从句 你说什么叫定语 定语是起着解释 还是起着修饰作用 修饰作用 所以第一个 他们两个的作用不一样 修饰作用 修饰前面的名词 这是第一个 但是我们有很多朋友说 那我分不清楚 他们是解释还是修饰 没关系 我们的最大的区别 在语法上的区别 就在于 这个词 在从句当中 做不做成分 如果我们的这个引导词z 在从句当中 做主语 或者是做宾语的话 那么它就一定是什么句 定语从句 但是如果这个z 在从句当中 既不能做主语 也不能做宾语 那么它就铁定是什么句 同位于从句 明白吗 这个句子 请你把它记下来 你可以不知道 什么叫解释 什么叫修饰 但是你一定要明白的是 这个z 在从句当中 做不做成分 在从句当中 它没有作用 这句话已经自成系统了 那么它就是同位于 如果你发现 这个z 从句 居然在同位于 在这个后面一个句子当中 要不就是主语少了 要么就是并少了的话 那这句话 它就是定语从句 这句话 有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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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